方文黎女儿饰演自闭症患者。妈妈教导甜言蜜语小屁肚。 今晚十点明示金钟幸福好戏微笑。 类描述身心障碍者与自闭症患者的故事,感人肺腑动人心弦,剧中饰演白雪的于冰燕在剧中与第一次演戏饰演自闭症患者的于奇悠有不少对手戏,谈起这个角色,于冰燕说连导演也来交代。 方文黎也来庆托,要她好好照顾于奇悠,让她战战兢兢带助于奇悠入戏。 于冰燕说大部分都是在拍戏现场多聊天的方式,先彼此熟悉,被问道因为关心于奇悠常常有去她工作的咖啡店,由常与于奇悠亲密自拍镜头,让于冰燕告笑说好险妈妈都在现场,我都能完全发挥。 方文黎也感谢地说,于奇悠回来有跟我说于冰燕拍戏很照顾她帮忙对台词,也很带助她入戏。 方文黎就说跟女儿说哥哥愿意这样教导你很幸运,出来就是要叫哥哥跟姐姐来跟前辈说话,不可以乱叫叔叔阿姨。 俏皮的说要现在演艺圈不好混,女儿入行第一课就是要甜言蜜语一下。 与奇悠也说道很开心能够参加微笑。 累的演出,感觉变成演员后,跟妈妈开始聊的话题也不一样。 与奇悠说,会跟妈妈聊到未来,跟自己的打算跟规划,希望后面可以多演戏,不想妈妈为我操心。 方文林也笑说女儿演戏后更长大懂事,笑说可能有机会提早退休了。 中女儿王童有长与方文林对手戏,让王童说印象深刻到让她只要聊到都会想哭。 为了姐姐身心障碍的姐姐,不让姐妈妈的关爱都在姐姐身上,后来再听到妈妈为了养他们长大,想死都不敢死得辛苦。 王童说,我情绪宣泄一次哭倒在文林姐怀里,真的很像跟妈妈对戏。 王童这次饰演19岁的角色,除了用兜嘴跟妆可爱来诠释,用叛逆跟庞克装感与服装都是她自己的行头,非常开心能够演出这次的角色,希望观众会喜欢。 李又汝说,跟方文林对戏感受到很多温暖。 李又汝,因为妈妈不在了,文林姐的感觉跟我妈妈很像,我还拿妈妈照片给她看,感受到很多温暖与温度。 与方文林对戏时候直呼好像是自己妈妈就在旁边。 戏中饰演照顾者的方文林,大部分都是于李又汝开开心心的,互动温馨又感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